好 那我们从上次那边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写信的部分完成以后 我们上次呢讲到的是左边的标签 你要显示哪些标签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讲 各位呢我们的信 我们的收件夹 我们呢最常去看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收件夹 你点一下收件夹呢 收件夹内容就显现在右边 那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 我们的画面 这个收件夹呢 基本上就是别人寄过来的信 我们呢在收件夹里面都可以看的到 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呢 第一个前面这边啊 他这一排过来呢 比如说我们以黄蒙人 这位同学所寄的信来说 这一个呢前面这一格 就是让你呢点选要不要选他 有点他就代表选到他 他会打勾的方式来做一个什么 来做一个标示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新字号 你点一下新字号呢 那么可以设定 你呢这个地方啊我们等一下会做说明 他可以设定不同的不同的颜色哦 你们基本上你们只能设一种 但是我可以设好几种颜色哈 那是怎么做的呢 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各位 这个新字号的重点就在于 你可以把信件做分类 比如说标新字号就代表重要啦 或者是有别的你自己的意义啦 你自己可以把你觉得应该加新字号的 你就把它点一下 他变成了颜色 有颜色就代表呢他已经让你做记号了 OK 好 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右边这个是重要的意思 重要邮件 你会发现啊我们班的同学寄过来给我的 通通都加了重要邮件有没有 这是我点下去加的吗 不是他自动加上去的 记住哈大概哦 这个Gmail他有一个自动的一个什么的功能 就是说一般来讲只要不是公司寄给你的 是属于他自己会去判断哦 如果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比如说记件人是某某人 他如果判定是人寄给你的 那他通常会自动加上重要的一个符号 如果是公司 那他可能会判定这是什么 这是广告信件对不对 他一般就不会加上这个重要的符号 所以呢这个呢除了Google 他这个Gmail会自动帮你加之外啊 你也可以自己加上去 比如说我找一个好了好 找这个Google 那这个是Google呢寄给我的信哦 Google他们的系统寄给我的信 如果我觉得说这个也蛮重要的 你看Google不是人民嘛对不对 所以他寄过来呢前面有没有重要的符号 就没有 所以呢假如你觉得这个Google寄给我的信也是很重要 他大概在跟我显示一些讯息 那你就可以自己主动的把它点一下 让它变重要 从此以后只要是Google寄过来的信 那Gmail就会自动的把它设为什么啊 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啊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代表标示为重要 或是不重要的意思 再来后面的话呢是我们记件者 我们记件者是谁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啊通常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他会自动的标示 名字或者是公司的名称 或者是那个社团的名称 再来后面是主旨 测试有没有某某人 他的打的主旨会显示在这边 再来往右边看过去啊有一个什么回文针 这就代表他有顺便附加档案寄过来给你的意思 再过来就是他的什么寄过来的时间 我收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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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呢他目前来说啦 他呢这个整个的你显示出来的大概就这个几个含义 再来呢他的一个信件的显示的方式啊 我们收件夹的显示方式是这样子 越是刚刚收到的就越放在上面 越是刚刚收到的就越放在上面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呢 稍微的去把它设定一下好不好 设定什么呢 譬如说同学 如果你没有常常在收信 那很有可能你的信里面啊 会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你看过的信 一大类就是你还没有看过的信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可能有一堆的信啊你都没有看 那你可能就错过对不对 那我们啊就来把它设定一下 设定什么呢 设定为啊我这个收件夹 我这个收件夹把它区分为 已读跟未读 有读的跟还没有读的 那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我们的收件夹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这样显示哦 来我们现在把它设定一下哈 这个呢以后你可以自己依你自己实际上的需要啊 自己去做设定 它的显示的模式 来各位请你跟着我一起做哈 我们到右上角找到这个齿轮有没有 把这个齿轮啊点一下 好 请各位呢到设定这边来 设定把它按一下 好我现在呢在这边等各位 来请各位进到设定这里面来好吗 啊注意哦你的信箱要先打开哦 先打开你的信箱才能够进到这个设定哦 你看怎么做 请你在上面的这些标签当中点一下收件夹 这个标签 点一下标签 点一下搜件夹这个标签 点下去之后 底下往下看一下来有一个搜件夹的类型有没有 看过来有个预设看到了吗 把它呢点下去 请你选这个优先的显示什么 未读邮件 请他请你选这个优先显示未读的邮件 好选择这个以后 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他没关系 你就把它选这个OK了 底下记得储存变更按一下 好OK以后各位看到了没有 未读邮件 他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呢 我呢如果再往下看往下看 有没有其他的其他邮件 这都是什么 我怎么样 已经读过的 了解了 他就把你分开来 来交给各位 请你可以把未读邮件把它呢 跟已读邮件未读邮件把它分开来 来请各位走走看 这个啊就可以让你的信件啊 未读的信件不会漏死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